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普京是动了真气了 普京亲自坐镇 俄军使了400多艘战舰出动 搞了一场横跨欧亚的大型战略军演 目前欧洲对这个事儿是集体沉默 据我了解 他们也不允许互联网上出现任何俄军这种动态的信息 这里边俄军这种行动 实际和咱们在厄货泽海的演习看 联合起来看 在中国角度看 实际震慑日本 但是俄军的郑重 它的动静可比中国大 它是全球的 普京是把这几个月的窝囊气全给出了 俄罗斯国门被踹开之后 就库尔斯国被踹开之后 这次大洋2024演习 一共是9万多俄军参加 战舰包括地中海 离海 太平洋 北冰洋 波罗蒂海 还有120多架军机 你可以想想 这不就是一个灭国的 跟北约干的一个架势吗 克里姆龙几天前 刻意卖关子 不肯公布到底多少国家参与 演习正是开始 普京亲自宣布 中国人民起航军参与了士兵演练 还有15个家作为代表观察 这说明这个军演 筹划已久了 属于秘密 对吧 欧美国家也是震惊的 令人意想不到 俄军海军现有的实力 你上哪凑齐400艘军舰 黑海舰队都已经撤了 这么大规模的部署 还是非常不容易 他可能真是凑齐了 当然不排除俄军把一些老旧军舰 都拿出来晒太阳 但不管怎么说 这显然出自己的决心 最后这次军演 时机 俄罗斯不肯定有为战 然后普京现在是非常被动 对乌克兰说显然是 不需要动用这种400升军舰 他唯一目标肯定不是威慑 他唯一解释就是 他现在普京感受到了真正的风险 这个风险不是来自乌克兰 预判到欧洲可能要以俄罗斯 有大动作 那可能会不会是芬兰方向 或是日本方向 所以俄罗斯必须要在这时 克里昂加点 就是说用震慑 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海军 另一方面可能借机震慑欧洲 不管是在芬兰方向 还是日本方向 这可能都是俄罗斯 现在必须要提前震慑 普京下一团大写 对中国是有利的 咱们说亚太最近 中国城市承受压力太大 德国军舰要过航台海 荷兰英国法国 在中国周边都在打 都有自己的盘算 意大利都已经把航空派回 这种情况下普京突然间来这么一下 实际就是告诉欧洲不要去冒险 我们看到普京也在欧洲牵制这些北约国家 你们把主力舰派到中国来 你是不是得想你老巢 你是不是得赶紧回去救援 中俄在什么 在牵制北约 你到底是在这围堵中国 还是回到你欧洲老巢去 欧洲各国现在不知声 估计他们在等美国 美国怎么判断那事 美国说了 吴贾道说了 这事没关系 说这个没啥危险 就是你继续在这围堵中国 你欧洲人不要管俄罗斯在那边事 多坏啊 多坏 俄海军实力他们判断是远不如当年苏联了 当然欧洲人也不傻啊 你说他会听吗 所以这次在中国周边挑衅 我觉得应该不会得美国人最满意的结果 大陆现在只需要盯入欧洲这几艘舰 尤其德国军舰在台湾篡航 关于中俄的海上兵力 中国现在快速集结部队北上 已经在海神碗设立了指挥部 这个折部主办 中国主办的叫北部联合2024 中俄海军部队已经 两军部队不光是海军 应该还有空军 已经是完成了会师 指挥人员是搭乘域20 飞抵了这个海神碗 参演空中力量已经顺利完成转场 人员机动 我们的直20也去了 这个直20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演习有登陆演习 中俄海军部队在日本海完成集结 中俄双方公布的西医看 两国此次出动了大量的技术 技术兵力参业 空中部分主要是歼16、歼10、苏30、米格31、1238翻浅巡逻机 空警500 空中指挥 包括部分的直20也已经参加了 海上部分是一艘05、一艘05RD、一艘05C、一艘093 呼机舰 四艘中国主力舰参与 俄太平衍舰队出动是两艘大型的翻浅舰 四艘呼机舰 我们这次演习和去年的北部联合2023相比 我们还是由我们担任主要的指挥人 我们和俄罗斯联合指挥体系已经建成了 我们以前是传统的绕日本巡航、日本海等等区域演习 现如今不同了 我们直接去了厄祸测海 这个海域实际就是日本的头顶 这个区域日本人是最紧接的 日本海空等领域 其实在日本海马上要举行大规模的演习 不光是中俄 他们日本、美国、包括北约也要组织演习 就整个的这个区域 现在是战云密布 各国军舰都已经到这个区域了 中国军队也从中俄的军队行动 也侧面证明中俄虽然不建立所谓的北约那种盟国 盟友关系 但很显然东北包括远东地区合作 这种威胁 中俄不可能不搞联合演习 不能坐以待毙 这是军事领域合作 肯定是未来的 这个就是被美国人和日本人包括北约逼的 还有就中国在琉球方向 可能大家没注意 大连海大学近期主导召开琉球研究中心筹备会 即琉球问题研讨会 注意啊 就是这里边邀请了北京大学 这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辽宁大学多所院校 二多位专家参加 这就标志中国已经是在琉球问题上设立了一个首个高规格专项研究中心 这个迹象也就是向外界传达 就是中国正式的将琉球地位未定论 放在了对日战略的牌桌上 琉球地位未定了 因为最近几年日本在台湾地上越来越偏激 公然在白皮书宣称日本有势中有势 而且把中国称作日本面临有史以来最大战略挑战 有史以来 很多政府官员还公然打出了台湾有史日本 为什么有史以来呢 因为以前中国没战过日本 为什么有史以来 就是我们这次要拿下就肯定是要学美国 要完全控制日本要登陆的 而且日本自卫队扩军 他也明白绝不能让中国人控制日本 中国人控制日本就是日本民族秘亡 他这么想 这个种种迹象都表明日本已经是铁了心 要插入台湾了 这个我们现在看打琉球牌 根据43年开路线45年的波子散公告 战败后日本拥有领土 仅限本周被害到九州四国 琉球军老师 日本在对外扩张侵略期间 侵略的领土之一 理所应当应该是还给当地原住民 对吧 尽管日本现在在琉球群岛已经大量殖民了 移民 就是琉球当地的独立 你让他们投票也好 让他们独立也好 可能不现实 因为当地都是日本人 琉球当地人少 但是你要明白 这个给他自治权 给他这个所谓的主权 这帮人是愿意的 你觉得台湾人 他不也愿意要独立的权利吗 你给他法理 他愿意要的 他当然愿意要了 所以不是说他是日本人 他就不愿意 他是日本人 他也愿意独立的 所以说我们是有机会的 实际就是看你后续怎么操作 后续怎么操作 事实上中国现在正式的启动琉球独立 摆在牌桌上 那实际也就意味着 中俄已经开始对日本准备动手了 以前是什么 以前是日本人和俄罗斯人 还是想要牵制中国 俄罗斯想用日本牵制中国 所以对日本的问题上 一直非常暧昧 但是现在一看 俄罗斯已经不抱希望了 不对日本抱希望了 所以琉球问题中国可以谈了 你像中国是联合五常 我在联合国提琉球问题 是不是得需要有人配合 如果中国自己提没用啊 俄罗斯如果不配合 你说没用啊 现在看俄罗斯已经和日本分道扬兵的情况下 我提琉球问题在联合国 至少俄罗斯会支持 俄罗斯支持美国和英国法国 他们不会反对啊 他们就在日本驻军啊 他们在琉球驻军啊 那很显然他们也不能反对 二战胜利结果嘛 只要俄罗斯不反对 这事也可以成啊 那现在看俄罗斯就不反对了 琉球独立啊 俄罗斯不反对啊 大家想想啊 台湾包括日本啊 自己未来的命运 如果你不同意联合国武昌 或者二战战胜国对你进行管控 对你琉球进行管理 那可能你要承担这个战争